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三關破證 我是仲仲之老師 今天大盤收盤的結果 是收了3700億 當然這樣子的量 在很多的想法裡面來講的話 很明顯的 這個攻擊量是明顯不足的 這是大概是非常可以很肯定的 因為大家要知道 在一個多頭的架構來講的話 漲有量 跌沒有量 這才是一個合理的 但是現在的情形變成說 從118034跌下來的過程中 反而是帶量的 結果現在這邊出現反彈 反而是沒有量 所以大家要瞭解到 如果這種情形再延續下去的話 那麼大盤進入盤整的機率 將會越來越高 好 那當然也有人在問說 周老師難道沒有量一定都不能漲嗎 不是說不能漲 如果現在大盤是在1萬2000點 可能在低一點 那當然沒有量來講的話 吸收的味道是很重 但是現在反過來看 漲的過程中反而是沒有量 這解讀就不一樣了 這表示什麼 追價的意願不高 那可能你會覺得說 老師你這樣講不對喔 你看今天有主流啊 你看友達72萬張 群創 對不對78萬張 天啊你看 有沒有看到 然後呢財經23萬多張 感覺起來這個面板三雄啊 有在接手這個貨櫃三雄的感覺啦 好 這個我先不去多做這樣子的一個假設啦 在我的看法裡面來講 就是說第一個 檯面上有股票在漲啊 總比沒有股票漲得好 我們換個說法嘛 如果你今天電腦打開 你今天可能有的人 不是用電腦在看盤嘛 可能你今天用手機看盤 今天一開牌 哎呦 怎麼都沒有什麼股票漲 算了今天就不看了 對不對 很多人就會不太想要 持續的關注這個市場的時候 那你想嘛當市場沒有人氣 沒有人氣怎麼會有買氣 沒有買氣的時候 那主力一棄手 那我告訴你這個行情一跌下來 恐怕是沒完沒了 所以這個市場的主力 他其實也很聰明 他知道他需要拉一些 偶爾要動一些股票 來維繫現在市場的人氣 那我問大家好了 現在來講 航運股剛跌下來 可是面板 我們講面板就好了 跌多久啦 從今年的4月啊 你看 從今年的4月 算5月初好了 你看從創新高到目前為止 1 2 3 3個月跌過去啦 那你說跌了3個月的一個股票 你讓它稍微反彈個幾天 過不過分 不用多嘛 測試一下前面這個高點就夠了 大概就在6月初的高點 也不得了啦 那你可以想想得到 想像一下就是說 當面板在往上進行反彈的過程之中呢 嘗試性的挑戰前高 那我問大家一個問題好了 面板三雄如果都這麼漲的話 那大盤啊 基本上來講 它的反彈格局會不會延續下去 有沒有機會突破 26日移動平均線往上突破 再來是挑戰 我們不要說一定挑戰1萬8啦 哪怕挑戰1萬7800也不錯啊 大家懂我意思吧 因為有主流它就有機會突破 沒有主流的話 要突破這個壓力線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在於說 追加的量能並沒有 不見了 表示大家等什麼 我相信絕大部分人看到今天面板在漲 也不見得會買 因為大家心心細細的還是什麼 長榮 陽明 萬孩 都是在想這些股票啊 還有鋼鐵股也蠻多人在問的 好 那當然啦 之前我就跟他提到 我說接下來整個 我們面板這個部分就先帶過了 反正之前我跟他提醒了嘛 跌升就是最大的利多 股票跌升呢 它本來就是會反彈 這是千股不變的道理 所以現在我們再去思考一個問題 那航運股要跌到什麼程度 它才會出現比較像樣的反彈 聽清楚喔 像樣的反彈 那像樣的反彈 關鍵在誰身上 就是我這邊寫的 劉翼萬孩 它的引動效應 那這個情況呢 我早在7月28號就跟他預告了 也許你覺得我魏普先知啊 你可能會覺得說 哇 老師你這麼老年 你怎麼知道那些人 就要先看萬孩跟天遇啊 這就是一個看盤的經驗嘛 也許更早之前5、6月份 你沒有聽我在講航運股 但是我相信5、6月份的時候 你聽我在講天遇啦 敦泰這些應該聽得蠻多的嘛 所以大家瞭解到就是說每個族群 每個類股它都會有一些標的 到底是這樣 就比如說這次的奧運 哇 大家都知道嘛 羽毛球看誰對不對 喔 舉重看誰 這基本上就是有個標的嘛 有一個那個指標的意義在嘛 股票的市場也是一樣嘛 所以我們只要盯緊 這幾支重點的股票去盯好它 就夠了 所以說以今天萬孩的表現來講的話 當然我不能說今天萬孩啊 表現得很好 因為畢竟今天並沒有衝上去 而且量直接腰斬 你看昨天還有12萬8千多張喔 今天一口氣直接腰斬 表示什麼 表示說這邊觀望的氣氛啊 已經到了一個什麼 臨界點喔 聽清楚臨界點喔 上次萬孩量級說是在7月26號那一天 縮到剩9萬張 今天萬孩雖然無法正式突破 12日移動頻率線 但是你看喔 今天反而是快速的量縮 我這麼講好了 如果我們要來確認喔 28號那天的低點199塊 或者是27號那天的低點198塊 如果要來確認這兩個低點 的確是需要一個超低的 什麼凹洞量來做確認 那目前來講已經出現了 那當然以這種凹洞量來講 我們往前去看嘛 這邊是被處置嘛 所以這邊的量是沒有參考價值的 我們往更早之前去看 你看喔 往前去看過去這個萬孩 在開始起漲之前你看喔 這邊的量縮到3萬多張 有沒有看到 這是起漲前的一個量縮 還有更早更早之前你看這裡 4萬多張 嚴格上來講 我不能說今天的7萬多張 是一個絕對完美的什麼凹洞量 但是以近期的這個籌碼來看的話 7萬多張算是很近期很少的量 所以當然我們可以大人的假設啦 聽清楚喔 大人的假設 第一 明天萬孩是關鍵 不進則退 所謂的不進則退就是說 如果他明天沒有辦法以一根長紅 我們不要說漲停板啦 就以一根長紅來封閉 所謂的封閉就是說 把整個12日移動平線的壓力 給他化解掉的話 要化解這種壓力啊 一定要用長紅K 而且要帶點量最好 那如果說以一根紅K棒來化解 這個12日移動平線的扣底壓力的話 那麼萬孩就開始會出現一個 比較明確的A B C坡的反彈 那這個A B C坡的反彈的C坡 我這麼講好了 它的C坡 第一一定會先嘗試突破了什麼 去測試一下這個264塊 也就是這個26日移動平線的壓力點 你說它有沒有可能一口氣 來測試前面更高的點 我認為還沒那麼快 還沒那麼快 有沒有看到這邊是300多塊 我覺得現在來講 先不要預設看到那麼高 但是如果按照這兩天的一個什麼 轉折來看的話 我認為這兩天請大家多忍耐一下 就算明天不上去 我認為過幾天一根長紅 它就慢慢就會上去了 因為量縮就是一個什麼 測試底部最好的明證 所以有見於此 你看在整個最近的操作上來講 我也知道啊 我知道很多投資朋友 當然了就是說為了養省會費啦 這個也無可厚非啦 我的說什麼呢 對不對 有的投資朋友 因為你知道嘛 我節目上做什麼股票 基本上是公開的嘛 我基本上來講都是等我們的會員 已經獲利了 這個是再來公開 我覺得這樣對會員來講也是公平啊 那即使你不是我會員也沒關係 因為有些股票 我很早之前就跟他提醒過了 就看你有沒有賣 就比如說7月28號 其實我都告訴你啊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要買航運 那當然觀察萬海 如果你要買電子 留意天域啊 今天的天域表現也還可以啦 我們不能說它是最強的 但是表現得也還不錯 所以你看喔 以最近萬海的操作來講的話 我是且戰且走的 簡單來講我比較謹慎一點點啦 就說只要有拉回又好了買一點 基本上我就是採取低接的狀態 所以你看從7月28號那一天 我們就開始低接萬海 有沒有看到就開始低接 28號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就是這裡 開始低接萬海 低接萬海之後呢 隔天這兩天有稍微不錯啦 有稍微震盪 所以你看喔 低接完萬海之後呢 你看當天尾牌有急拉 但是來不及啦 因為這個最後一筆才所漲停的嘛 也無所謂 反正我的重點只是想低接啦 那再來隔天29號那一天呢 提醒你232 235 持續的可以逢低買進 當天也是現買現在漲停板 有沒有看到 然後呢在7月30號這一天呢 一開盤一沖高 我先建議大家定價255塊 我們先做個隔日沖 先做個隔日沖 先賺個2萬多塊的價差起來 沖完之後你看那天那沙拉跌停板 好很多人看到沙拉跌停板 肯定慌了肯定亂了 這很正常 因為畢竟最近整個航運股的籌碼 這麼的混亂 所以這種上衝下襲的可能性 其實是非常的高的 這樣大家懂這個意思吧 所以沒關係 既然遇到急殺 那就不用急著立刻去出手去買它嘛 這樣懂嗎 因為輕浮了這是在所難免的嘛 所以我一直等到8月2號 也就是前天嘛 我才又在這邊建議大家 213 215 我們一樣持續的低接 213 215 這邊低接 低接完之後呢 尾盤不錯 我稍微上去 提醒大家定價232 執行當衝 又賺了一個19塊的價差 那你看到一萬海 今天的情況來講的話 它的波動其實不大啦 我找盤有低接 接了之後其實是可以做當衝啦 但是我想到說 沒關係啦 我們多賺一點好不好 所以一樣找盤提醒大家 我們第一接 有沒有看到231 233 這是今天的 今天8月4號的 一樣低接 本來我想說如果稍微上去一下下 賺個5 6千塊也是可以啦 但是我並沒有做這個動作 反正是天譽我有當衝啦 天譽就一張就賺了一萬多 天譽是有做當衝的 等一下跟他講 好 他講 好 現在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吧 就說你看喔 很多投資朋友啊 看了周老師的節目 你也知道我在看萬海 但是為什麼你賺不到萬海 你也知道店子落底看天譽 但是你看有的人就是賺不到天譽 怎麼會這樣 很多人不是要要名牌嗎 對不對 名牌都報給你啊 有什麼你賺不到 關鍵在哪裡啊 關鍵就在於說 很多投資朋友對於行情的掌握 我這麼講好了 很多投資朋友對於股票的這個轉折啊 那個拿捏點啊 其實拿捏的是不太好 所以變成說 好像你看我在做當衝 好像你看我在做價差 好像很簡單耶 可是為什麼自己做 就是做得不好 所以啊 親愛的 正所謂溫道有先後啊 數月有專攻 也就是這個道理啊 我不敢說我是很厲害的老師 這我不能 我不能這麼講 我不能說我是個什麼很厲害的老師 我也會有稍微錯的時候 但是呢我必須要告訴大家 就是說什麼樣的行情 該做什麼樣的事情 這個本來就是一個什麼 要規劃 教育說為什麼我現在在規劃 小鬼當家作戰計畫 我的考量點就是我早就知道 大盤開始進入一個盤整 而這種盤整的轉折 本來就不是那麼容易拿捏的 比如說我們從去年八九月來看 你看大盤就是打一個標準的平台行政力啊 你看ABC ABC AX ABC 就直接上去嘛對不對 你要知道後面這一段漲 當然好做啊 隨便避震金買 你只要有買都會賺嘛 關鍵在前面盤整的過程中 就磨死多少人啊 去年八九月我還沒上節目啊 但是呢我在坊間也可以聽到很多人 尤其看到很多那種社群啊 在討論說哇 我跟我夭壽壞做的啊 怎樣怎樣 這就是盤整必然的現象 大家懂嗎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 就是說當大盤一旦進入盤整 你的操作策略 你所選的股票 你的思維啊 你的方向要稍微做調整 當然很多會覺得說 哇老師那今天面板這樣漲 明天還能不能追 後天還能不能追 我還是要去老話 做股票不要老是去想 還能不能追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稍微冷靜一下去思考一下 怎麼買再起账點啊 追股票不簡單 手機拿起來按鈕一按 股票就買啦就成交啦 你只要戶頭裡面有錢 帳戶裡面有錢就可以交割嘛 不要違約嘛 就這麼簡單 關鍵在於說 你要抓到 每次股票的一個轉折的起账點 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辦法 拿你的那麼好的 就比如說你看我的節目 就對啊 你知道我在做萬海啦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股票 你們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天之地之 就是有人不知道 就算你知道了 有的人也是賺不到 為什麼 就是因為 就算我已經告訴你這支股票 它是有機會的 你也不見得能夠做得好 我相信即使看節目有賺了錢 也不可能賺得比我多 因為我運用的方法 是波段結合短線的技巧 這樣才能夠賺得到大錢 才能賺得到大錢 如果賺不到大錢 我們這個股票市場的永遠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要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 接下來的操作難度 你說有沒有 肯定是有的 你不要看今天面板那麼強啊 別忘記了 今天的量這麼大 為什麼突然爆一個這麼大的量 前幾天都沒有 突然為什麼爆起來 齊心可意啊 大家同我意思嗎 所以面板齁 我隨便舉給友達為例就好了 要提防這麼大的量 如果明天沒有漲 我告訴你 那個回馬槍的力道也是很可怕的 跟大家做個提醒 大家懂嗎 好 這樣比如說這邊一樣 你看量大不漲 後面的回馬槍就會嚇死你 都是一樣的道理啦 都是一樣的道理 可是如果相反的 你是把握 友達的低點的買點 比如說你的成本都在20塊左右 你也無所謂明天他來個回馬槍的 大家懂吧 所以大家現在了解了吧 買在低點 買在佈局 買在這個起站點的重要性 有多重要 這一點大家一定要牢記在心裡面 一定要特別牢記在心裡面 好 他現在既然知道大盤要開始進入一個盤整的階段 當然我們的選股上 我們的策略調整上來講 肯定是要稍微略有調整的 就要比如說4961的天域 我在節目上 之前為什麼會告訴大家 天域的重要性 當然你說有沒有 比天域更重要的股票 肯定有 肯定是有 我相信 因為天域畢竟不是最貴的股票嗎 我們打個比方來講好了 最近都沒有什麼漲的 這個聯發科好了 對不對 看起來都是一直在橫盤 你不覺得這個格局 跟天域是很類似的嗎 可是關鍵差別在哪裡 股價差三倍啊 股價差了三倍 所以對於現在市場的情況來講的話 你說聯發科有沒有可能突破再漲 我覺得也是有機會的喔 問題是現在買得起一張 90萬的聯發科的人 畢竟不多嘛 所以相比之下 相信之下 像天域這種大概還在300出頭的 反而就變得非常非常的什麼 難難可貴了 那你說那些100多塊的股票難道不好嗎 也不是不好 很多都漲多啦 就好比說我一直提醒大家 你看像這個經驗最近也不錯啊 問題是籌碼太亂了 還有包括像什麼 新唐也是今天表現不錯 問題是你看 這個已經籌碼這麼混亂了 已經籌碼這麼混亂了 你說這沒有人在出貨我也不信啦 還有包括這個驚鴻也是一樣 還有像3588這個通家也是 還有之前我已經獲利出新的尼克森也是 這些股票有個共通的特色都是短線 最近來講漲得也多 籌碼也亂 所以你說這樣子的股票 對不對 你說最近去 現在為了圖那1塊錢2塊錢的銀頭小利 而且這是剛好都100出頭的股票居多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對不對 沒錯嘛 金燕 新唐 金紅 對啊 都是大概100出頭的股票嘛 所以表示這些100出頭的股票 最近很多都面臨到漲多拉回的壓力 所以提醒大家 我不是說100出頭的股票都不能買 也是有少數的 你看像我們手上的這個 雅信最近也表現不錯啊 對不對 格局還是算滿強的 能不能買這個 到時候再來跟大家提醒好了 好不好 因為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聊一下天譽 好 那到底接下來該怎麼操作 等一下給大家一些建議好不好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成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成東東部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洞行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兔同步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好 只要看過節目一段時間 就大概都知道了 我任何一支股票 我先不要考慮低價股 中價股這些股票 任何一支股票到我手上 我一定都是先做波段的 一個思維的規劃 好 那為什麼要先做波段的思維 簡單的講 如果說我今天一出手 比如說我今天一支股票壓100萬 不用多 哪怕只能賺三成 就像敦泰這樣子 100萬也賺了30萬 何樂而不為 對不對 現在疫情期間很多店都不能開 很多生意不能做 還能夠這樣子賺三成已經不錯了 而且是短線 既然波段的思維這麼重要的話 當然如果今天我的資金夠的 比如說我可以投入200萬 去做一支股票的時候 當然可以借一些短線的技巧 幫整個獲利給最大化 萬海我就是這麼做的 還有敦泰也是這麼做的 當然天譽來講的話 能不能這麼做 這是很多投資本心裡面的一個什麼 疑惑嘛 那我們也知道 你看喔 以最近這個天譽來講的話 他最近一直都在這邊 進行一個區間的震盪整理 上不上下不下來 其實不太好做 我講真的 所以我前幾天 我並沒有做任何的買進 因為我要先確定 那到底是震盪準備運量突破 或者是震盪之後 有可能會往下破 懂嗎 這個就是需要再觀察 因為這邊畢竟有出現大量 這個大量還是多多少少會壓制 他股價的表現 所以我寧可觀望個幾天 不出手 一定自然有我的道理在 好 那當然如果說接下來 以天譽來講 他有機會嘗試性的突破的話 就像我這邊有預告的嘛 對不對 電子落底看天譽嘛 那為什麼是電子落底看天譽 因為我跟大家講好了 IC設計裡面有在講 我們其他的半導體先不說好了 IC設計裡面像天譽 還站著橫盤針 裡面有做頭大跌的 除了剛剛跟他講的聯發課之外 天譽就是其中一檔 所以這種還在醞釀中 還有還有一個很重要 天譽的財報剛公佈嘛 按理來講的話 公佈一個財報之後 應該會有所謂的財報效應嘛 可是為什麼天譽的財報效應 一直都沒有發揮出來 這讓我想到 我當初做金豪課的時候也是一樣 他說金豪課公佈半年之後 其實金豪課也沒有立刻大漲 反而是公佈完之後 隔沒幾天才開始發動 所以表示說 市場對於現在一些利多的解讀 它其實有點遲鈍了 當然不是所有的股票都遲鈍 我先跟大家講 但是我們先做一個假設性的推敲 如果這些股票都是屬於後發行的 就是說我知道有利多 但是我玩了一點發動 不行嗎 有人規定利多就一定要發動嗎 誰規定的 沒有人規定嘛 但是有的主力都喜歡 給你玩這種所謂 所以玩那個後進行的嘛 那以金豪課的情況來講 後面就大漲到200多塊 那我不是說天誼一定會大漲到多少 但是我覺得 如果它的財報箱也是屬於 像金豪課後發行的 我個人覺得像這樣子的股票 都是可以多加留意的啊 所以你看喔 我今天就開始出手了 8月10號 帶領我們的專案會員買進 你們看到296 297 先卡位一層的資金 先卡位一層的資金 好 卡完資金完之後呢 後來天誼不是尾盤有上去嗎 本來我是不想衝的啦 想到說好啦 有這麼多投資 我的會員很多人滿喜歡做當衝的 那就衝吧 我就建議他們定價 300億 衝掉 那當然今天天誼呢 小賺14塊的價差 一張賺1萬4吧 像有的一衝衝5張的話 哇今天賺了67萬 也很開心 匯費早就全部都回來了 好了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於說 像天誼這樣子的股票 它激起的聯誼會有多大 為什麼我這邊說它視為一個指標 原因就在這裡 你要知道喔 有些強的股票 就像金豪科之前在漲的時候 你看它帶起了多少IC設計 新唐是不是被它帶起來的 何瑞是不是被金豪科帶起來的 尼克森是不是被金豪科帶起來的 我就不再去點名了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一支強勢的指標股 它帶起來的效應 是非常可怕的 當然你可以等那些被帶起來 你再進去買也未沒意見 但是在我的觀察裡面來講 天誼它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 起頭的效應 不信你們大家等著看 所以說為什麼天誼一直都 長期以來都是我的核心持股 就是這樣 我從來沒有放棄啊 對不對 你有聽我說初清天誼過嗎 也沒有 我們就是低進高出 有價差做價差 不然就做當充 像今天做當充嘛 就是這麼操作 所以這種 這種拿捏啊 我這麼講好了 這種拿捏的確 一般的投資朋友 也是肯定很難跟得上的 那怎麼辦呢 也沒關係 把握這一次我們小鬼當家作戰計畫 如果你也想跟得做好 實際上把握在檔面上 這些很強勢的股票的話呢 你可以把握這一次的作戰計畫 我相信看我節目也不是第一天啦 應該很清楚的知道 對不對 我有沒有本事抓得住強勢股 不用我多說了 只要檯面上真的有機會 有機會會大漲的股票 基本上來講我都抓得到 然後再結合一些短線的價差呢 我認為每支股票都可以 輕輕鬆鬆的賺得到它的錢 好不好 所以說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地方 都非常歡迎你可以向我們這個 線上的這個助理做一個洽詢 那當然你也可以拿起你的手機 掃一下我們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加入周老師的粉絲專頁 然後透過這個粉絲團呢 也可以先跟助理做一些線上的諮詢 也都非常的歡迎 或者是你有股票的問題 也可以透過粉絲團 來給周老師進行一個提問 我都會親自給你做回答的 好了 那今天的節目 就為大家進行到這邊了 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 都非常歡迎 可以跟助理做一個聯繫喔 節目之後 預祝所有的投資朋友 超出順利 我們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